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就做了一个酸溶牛油鸡液 跟大家分享 材料很简单 看在前面 还有差不多10g的牛油 没拿出来 免得待会全都用 急冻的鸡中液 这里有8只 解冻冻冻冻 冻冻冻冻 会立刻来醃 接着酸溶 这里有4-5粒 剁成蒜蓉 大约1汤匙半的酸溶 先来浸浸鸡 首先加入1汤匙的生抽 3分1茶匙的油盐 1茶匙的糖 1茶匙的糖 1茶匙的胡椒粉 1茶匙的粟粉 全部拌均匀 全都 calvin 1茶匙的油盐 我拌均匀 不继续油盐 我放置一大匙 这次就裂了一小钟 一小钟 一小钟 弄熟 拌均匀 1茶匙的酸溶 就放在表面做一個煎炸 煎炸完之後再加一個蒜蓉牛油汁 其實是蒜蓉牛油汁的 就是蒜蓉牛油 放在表面 吃起來有牛油的甘香 有蒜蓉的香 表面也帶點脆口感 這個食法和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用的牛油是帶鹽的 所以有一點鹹味的表面 所以待會再加上煮的時候再和大家繼續 過往我已經放了三湯匙的油 現在開始放一些雞翼來煎 剛才我已經說了 煎之前十多分鐘 加了一湯匙的生粉 放在表面上 讓它煎出來有一點脆口感 最主要是把雞翼的水分 減少一點 讓它煎的時候會有一點脆口感 雞翼放好之後就不要動了 因為要分人粥 現在我用一個中大火 因為剛才的油溫不好熱 到油熱了 我轉回去煎熱火 把雞翼的水分 然後煎 這樣 這些雞翼比較大一點 你已經煎了兩分半鐘 兩分半鐘 就是一分鐘反轉 又一分鐘 做兩三湯匙之後 最後的三十秒 就轉一個大火 讓它煎出來 一分鐘了 現在就把雞翼反轉 已經煎出來 再燒出來 之後 煎一分鐘 然後慢慢煎 煮不透淡的生肌 油1分钟再翻一次 油1分钟再翻 1分钟再翻一次 再翻一次 1分钟再翻到火转到1800 它会浸油 而且可以更多脆 1分钟再翻一次 鸡翅膀的鸡翅膀,10-1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先倒一下 先煮一下,待會再煮一煮 把雞翼拌理後,現在加了大約8g的頭油 我現在用中環火,即800度 現在把蒜蓉倒進去 把蒜蓉推開,炒至出香味和微微金黃色就可以了 這個步驟要慢一點,因為牛油始終不受火 好,我不想它變了味 沒有了牛油的香味就不好吃了 把蒜蓉倒進去 現在蒜蓉已經開始微微金黃色了 現在把蒜蓉倒進去 然後把蒜蓉倒進去 為何全部都要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OK 開箱碟了 稍後繼續 好了 這個簡單易做 又相當香口的酸辣牛肉雞 就完成了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朋友就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給我一個like 多謝大家 拜拜 謝謝